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请假的理由是出国要拼经济 可是我到昨天下午下班前就接到他们的公文 说我们的主委 陈锦仲主委是要赴屏东县主持 凤梨外销记者会及远洋一夜座谈会 跟上一次他打电话来跟我请假的理由不符 所以呢 我是不准假的 不准假的 所以特别把主委从屏东找过来 那我们国民党的委员 陈一鸣委员 还有郑明忠委员跟吴志阳委员 都是一定要等到主委到了才咨询 所以我们今天经济委员会就是延到 我们下午1点45分 等陈锦仲主委来才开始 那我在这里要表示一个谴责 希望以后农委会我都不准假了 都不准假 这是一个教训 对你们太人识 对我自己呢 对我同仁也不好交代 那我这样 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来质询 那我们先请陈一鸣委员执行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一下我们论委会的主委 陈主委 请陈主委 好 委员武安 你刚刚接受媒体的访问 我就站在旁边 你说你是到高雄去做什么 我跟委员这边说明 你刚刚讲什么 你刚刚讲说你去高雄去帮农民做一些事情 结果受到非专业的干扰 什么叫做非专业的干扰 到立法院来接受咨询 叫做非专业的干扰 我在讲的会专业就是最近一直在质疑 农委会有所谓的网军的这个部分 今天我特别说明 在日前某一个媒体 就直接下标 说农委会洋网军 接着不到几个小时 立刻改标题 改成兰委说的 这样一个标题 我农委会无法接受 我第一时间当然要提告 因为农委会没有洋网军这件事情 今天到高雄到屏东县去视察 然后你要扯到什么媒体 什么非专业的干扰 你明明就是应该要回来 我刚才已经解释很清楚 我讲的非专业干扰 就是最近这一些议题上的干扰 江伟我有澄清了吧 谢谢 好下一张 我们看到农委会在106年度就开始来招标 而且让一家公司去执行了1160万的标案 之后又有一个扩充的标案 有190万 相对于农委会 在劳动部 他们没有花半毛钱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同仁 来做这个劳动部的粉丝团 他们照样脸书的人数也是超过了10万人 所以相较于劳动部用他们的同仁 用他们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情 农委会 106年度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标案 到今年4月1号即将就要绝标的 也是另外一个标案 等一下我想泽民众委员会再质询 换句话说 下一张 劳动部同仁 你看他们是本会本部指派同仁来负责 劳动部的脸书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像 这个农委会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更不要讲说 就在昨天 农委会三度回应本席的 质询的时候 竟然写的这个新闻稿 还说该会昨日新闻稿 抗议制造什么什么东西 拜托一下我们的主委 这个写该会 所以你们这个稿子是叫谁写 是另外一个 谁帮你代稿的吗 不像一个是本会 怎么会变成该会 更不要讲说 在这里面 稿子一直在提到什么 新闻稿提到说 已经给我资料 3月13号上午 提供给本席资料 但是他说 陈委员对于该会提供资料 不满意 本席要在这边讲 我当然不满意 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提供给我一个 完整的结案报告 本席要的是 完整的其中报告 跟结案报告 这个已经执行完毕 也验收完毕的一个报告 你拿不出来 一张光点片或什么都拿不出来 你知道昨天 给我本席的就是这一本 可是这洋洋沙尔这本里面 只有前面的三页 是这个 结案报告的摘要 三页 其他资料都是旧资料 都不是报告 这三页摘要里面 甚至还打错字 应该是cloud 云端 你打C-O-U-N-D 显然这个就是有造假的嫌疑 主委你要不要说清楚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还有昨天发这个新闻稿的 这个内容 你有看过才知道他发的吗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内容 我跟委员特别收敏 我们完全分工授权 所以第一个新闻稿 你没看过 我完全授权这件事 我们同仁 授权给谁 第二个我要特别回应 授权给谁 我当然是授权 我们有相关的新闻的体系里面 我们只要到主密层级以上 就可以直接授权就可以 那我委员还是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我们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今天针对所谓的报告 农委会绝对会依法行政 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事务官体系 不依照规定办理 全部都是依照规定来办理 现在没有交出的报告叫做依法行政 给本席的报告里面讲说什么 因为要根据什么政府资讯法 什么其他 所以没有法律上给的 我绝对百分之百依法执行 我绝对不会违法 这第一个特别 第二个特别说明 第三个 农委会为什么跟其他部会特别不一样 我给各位所有看假消息 假新闻 影响农民收入的 所有的这些消息之多 没有一个部会比农委会多 我们不澄清我们怎么可能帮农民捍卫权益 106年的时候 你不需要 去 这是网络上 你不需要去 这是中国 本席问你的很清楚 我们没有澄清 报告依法规定 已经送给你了 没有 你给我的是就三页的 三页是整个 整个招标案的 当然是一个 我认为 我可以跟委员特别说明 报告案给你的 是经过我看过的 所以是我负责的 我是依法规定提供的 你提供的就有三页的摘要 当然是三页重点的这个部分 一千多万 我们依规定来提供的 你依规定给一个三页的摘要 叫做由依法来行政 农委会在打击 这种假消息 假新闻的时候 我们同时要面对这样 担心我们去打击 假消息 假新闻的这样的一个 议题的操作 这合理吗 这公平吗 你是在跟谁讲 我在国会殿堂讲 身为农委会主委的新生 身为农民朋友 我离拜一被好几个屏中 我离拜一被好几个屏中 重职论里的朋友 打给我抗议 一块钱 一级抬金的这种报导 这种假消息 主席 在整个 所谓的网路上乱串 我可以提供消息 给委员 这没有什么无焦点 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招标案 要做的工作重点 这叫做是报告啊 主委 主委你答复的时候 针究问题答复 对啊 我刚刚有针对委员 他要求的问题 我直接回应了 这三页是不是报告 你要讲啊 这个叫做全部的报告吗 我在跟委员报告 针对你关心的 106案的这个招标案里面 他就做三件事情 学校午餐这件事情 我这件事情 明明是对学校好 学通好 对农业好 对食农交易好 结果网路上我们被批评 学校使用四张EQ在地食材 主委 这个里面我们都要去宣导 那你把报告交出来嘛 我以前跟您说明 报告里面的四张EQ 他到底在做什么 我在社福外卫委员会 我们在盯的时候 光是一个100万的计划 一个报告 马上交出来 上礼拜三 要你们交报告 你们说礼拜五会交 我礼拜四 问外交部 有没有相关的 也关于就是网路的 跟方面的 他们当天就拿报告出来 跟政委员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交不出来 我们依照规定法规办理 来执行 依照法规 你就是交不出来报告 我觉得今天 其实这件事情 最可疑的部分就是 1350万的一个招标案 到最后 给我本席是三页的一个东西 好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而且其实在这里面 一直谈到的 你们甚至说 给我这个报告里面讲说 因为什么 因为要依政府资讯公开法 第几条 所以呢 也还有包括什么 智慧财产权权 所以没办法给完整的报告 但本席要讲 之前顾力雄 在2016年 曾经为了这个事情 也问过法务部 法务部的回应 就是说 如果这个讯息 其实是 对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是比较强度 比较强的话 其实还是应该要给报告 更不要讲说 当初你们在招标的文件里面 并没有提到说 智慧财产权权 是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到现在 用智慧财产权权的理由 所以报告拿不出来 下一张 然后你给我的三页的文字里面 所有在农委会要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看下一张 那个农委会坚持呼隆 国会那个呼隆 就跟我们农委会刚刚一样打错字 你看看 农委会放烟火 你自己看看 你们自己的一个黑客松 一个黑客松的一个活动 七百多万 为什么一个黑客松 要花到七百多万 你讲得很对 我们很乐意检讨这件事情 农业的黑客松 深受所有的青年朋友 甚至大专院校 许多组团来参加 如果因为我们用七百万举办 三十三小时花七百多万 当时花这么多钱 三十三小时是两天一夜 在农事所举办的时候 它不是只有那两天一夜所的时间花会 它之前有筹备 广告短片就要花五十万 六十万 我可以把所有参与农业创新黑客松的 所有的这些青年朋友 这些单位 完全都是为了 一个网站的设置 五十万 设置完两个月之后 就撤掉 为什么网站要撤掉 所以我就会很尊重 立法委员的职权 当政府的预算 没有使用有效率的时候 如果需要检讨 我们当然很累检讨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个农业创新黑客松 对整个农业的加值创新 它的效率 跟它的成本 是要做这样的对照 而不是拿七百万 所以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 完整的成本效益分析 针对农业创新黑客松 这个东西是要包含在里面 隔一年 你又只是花一个三百万 如果您对这个 比如说这个标案里面的三大议题 我们还有一个学校 使用四张EQ 这个议题 需要的针对这些的成本 跟它的所谓的效益 我可以一个 成本效益分析的报告 本来到底它里面做什么 我再提供给委员 农委会 你不要再给我另外一个报告 我要就是原来的 结案报告 这个报告 其实都已经在验收的时候 交到你 如果今天没有 牵扯到所谓的 报告就交不出来嘛 作者的这些 注重权的保护的话 我们早就全部都提供给委员 扯委员时间到了 我再一分钟 主席 你看一下 在当时 你说这个农业创新黑客搜 你看看 在网站上面 他们怎么说 农委会 是农创搜 这个农业创新黑客搜 是为了消耗 年度预算才办的 你看看 这个是网路上的留言 下一张 就是因为网路上 有这样的留言 我们才要针对 这种不实的假消息 去回应 做的 你自己做的 更不要讲说 你看 在这个网站里面 甚至说 为了耗年终的预算 办黑客搜 这还是你委托的 这家公关公司 在帮你 在打脸你自己 你不觉得 这就是黑客搜的创意吗 我不觉得啊 这个是创意啊 这要花那么多钱啊 所以我要 七百万委托 我要把黑客搜 农业黑客搜 这两年 做的所有的这些点子 具体被我们落实为 政策的 我要提供一个 完整报告给你 以免被你误解 说花了七百万 农业创业黑客搜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 已经有提案 其实黑客搜 不是你 2017年 106年 报告的全部 这边花了七百万 另外还有 七百万 到底花到哪里去 1350万的标案 这边你花了七百万 而你藏在这里面 隔一年 黑客搜的计划 只花了三百万 你这边要花到七百万 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觉得 起人移动 谢谢 对本席希望 谢谢 你如果 今天 能够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好的 把整个报告 来给 来到我们的经济委员会 下个礼拜 能够把这个报告 不只交出来 同时做一个 报告的分析 本席在这边予以肯定 所以希望你能够 诚实的面对 国会 还有审计部的 预算的监督 不要在那边 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消耗预算 仰网军 而你后面那两句话 不正确 我没办法接受你 时间到 前面我建议我都接受 我没办法接受你 后面那两句话 好 谢谢 谢谢陈委员 那我要请教一下主委 刚才陈一鸣委员要的资料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提供 刚刚委员有特别提到 整个比如说农业创新黑客松的 这个效益跟成本 到底他在做什么 有哪些的idea 因为大家的年轻人的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创意 我们可以把它 完整的提供给委员 让你知道我们到底做什么 甚至我也可以提供来参与 这个农业黑客松的 所有的这些团体 那个要多久 多久 一个礼拜 这个 如果农业创业黑客松 不用一个礼拜 我这礼拜五以前就可以给你 其他的部分要一起一并给我啊 其他的部分是有鬼吗 为什么不敢 我当然没有啊 其他部分学校 私上EQ的 我也可以提供给你 我们学校私上EQ 做了哪些事情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我怎么知道你这是真的报告 假的报告 把那个 你如果这样 我就没办法回应你了 我提供当然是真实的报告 而且是依规定提供的 本席在这里啊 原来的报告拿出来啦 在这边做一个才事 就是刚才 陈一鸣委员 从早上到现在 他一直要农委会提供的那些报告 那些资料 我们希望 在农委会这里呢 尽速提供在一个礼拜之内 好不好 能够尽早就尽早 刚才陈一鸣委员 那个可以 那我们就会依照规定来提供 刚才陈委员讲的 好不好 他从三月几号就开始要 一直都要 三月八号 好 好 那我们请 曾明中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委 请 谢谢主席 请主委 请 主委 我是龙家子弟 要澄清假新闻 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请农委会 开大门走大路 你有新闻是 你有新闻是 你为什么今年还要编 1450万 所谓行销计划里面的聘请小编 杨网军 杨网军 我可不可以跟你完整说明这个案 我知道您非常关心 而且我第一个完全同意 您 我们都是农家子弟 我们都是要针对这个假消息要去澄清 因为您刚讲说百分之百举手赞成 所以我跟您报告 1450万里面 因为他现在招标 所以4月才会招标 所以扩掉前面几个月 所以绝对不会是 用这么多预算 你会按时间比例减少 这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案里面会有四个 是要请小编 小编是什么 就是每天 像我今天 我到高雄屏东 就有人假 用我的名义说 今天的香蕉开盘价格是多少 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小编 第一时间澄清 而且是用农委会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跟你讲完 报告按这个 你听我讲 公关科的同 你到底是 到底这小编在回应 是代表农委会来回应 还是他本身在回应 小编代表农委会 而且会第一时间 比如讲香蕉 就会跟农粮食 好请教你 他在PTT 或D卡回应 会注明是农委会吗 我们当然会 这个是农委会 和相关的小编提供的资料 从106年就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上面有注记 是农委会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到PTT 里面我们怎么去澄清的 上面有注记 这是农委会的注记吗 你看这是PTT的花文 我们上去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我们是谁 因为里面很多的文章都是不对的 里面讲 会做主要 我要 我要你坦白讲 每一笔都是 注记是来自农委会 还有 你这个还有赖哦 你到时候假设我批评农委会 你上我的Facebook 来过澄清 假设我错了 我就认了 但是你会注记是农委会 四个小编当然是注记农委会 我们甚至之前 我跟你报告 从102到现在 我查过都没有注记农委会 我提供百分之百 有用农委会或农粮署 或是相关单位同仁去澄清的 我举例来讲好了 我们大概两天前还是上礼拜 我就请那一个 我忘了是请农粮署还是愉悦署 我忘了它就是一个不实的报导 我请同仁上去告诉他们最新的资讯是什么 而且告诉他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最近我们T8的新闻后才注记 从106年到现在 我查过PTT 就没有人注记是农委会 你刚讲的是 所有的网络里面有太多的 PTT只是一个 我可以给你我们上去承评 对啊 您的招标里面重点的D卡跟TPP 没有啦 那个不止啊 如果那个是这样的话就嘛 你叫PTT 我就问你 你让我说 你这个招标案可以做什么啦 就你刚讲的 如果礼拜六 奉礼一台金 一块钱的这个 我没有利用 请我们的小编 请农粮署提供资料 做成图卡 放到网络上 或者是 做个图卡的名义件 但是我希望 你光明正大 用农委会的民意去澄清 你不要招小编 所以没有啊 如果今天 公关科的同仁 他们可以这样应付 早就请他们去做 不会有这个招标 这个招标也不会是只有农委会的 我只要求一样 国民党在102年执政 他们有就在网络上 不管是做宣传 还是澄清 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了 没有在PTT啦 没有在D卡上面啦 有行销啦 没有在D卡 没有在PTT上面啦 主委 我只要求你 不死的消息 也会有来自这两个地方啊 没错啊 但是你澄清的时候 你要注记你是农委会啊 你是不是这两天 踢爆之后才这样做 为什么106年以前没有 您在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上礼拜的新闻稿 就直接对外 我自己在脸书也说明 我们都是会挂 农委会相关的机关名称 但是农粮署 漁业署 计划处 还是农委会本部 我们不会 有任何 不隐秘的 这计划从106年就有 我 找了PTT就没有了 记名是农委会 这个是今年才有的 委员你这个案是今年才有的 1450万元的这个招标案 是今年才有的 对啊 我 你那时候没有 以前没有这个招标案 我再澄清一次 如果 就有啦 那一个不是 那跟现在的这个不是 委员那个 主委 主委 完全不是啊 你 拜托 如果委员你需要的话 我把那个全部整理出来 然后来怀疑 这个是不是 主委 我在国会殿堂 我可以公开在那么多媒体记者 在委员面前这样讲谎 我再跟你讲一个话 你说这 这个是个 这是个小编啊 这是个小编 薪水至少4万元以上 而且还经过农委会核准 你既然委外 你为什么还经过农委会核准 你到时候这次已经有 特定人选 是不是绑标 当然没有啊 没有 你说没有 我看是有啊 我也怀疑 你既然是委外 为什么还经农会核准 委外的话 小编也要一定的水准啊 你就定一定的标准就好了 那为什么还经理核准 你就整包包出去就好了 像这个执行细节 我就很乐意 像委员这样建议的话 我们也可以 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这个都没问题 而且 主委 你一千四百五十万 扣掉百分之六十五是拍广告 这四个小编的薪水 是五百零七万 不对啦 不对啦 你听我讲 不到两百 大概两百多万上下啦 没有那么多啦 我照你的说明书吗 说明书里面 说明书里面 如果四万多一年 不是四十几万 你是四万以上 四个就两百万加年 你没有放线 其他的没有 其他的是我们要做 拍一些相关的影片 还有一些设备 授权会用等等 那个是在百分之六十五里面 你不要混淆事情 没有没有那是在另外一个部分了 百分之六十五是另外的 完全没有 而且哦 我们这个招标案 完全公开透明 全国都在检验的 今天 怎么会有这种洋网军 有公开录音录影 你承诺 以后这四个小编 对外澄清 一定要注记农委会 能不能做到 当然是啊 我们百分之百 我上礼拜就澄清了 在这里我可以再一次的 来说明不止这四个小编 以后在网路上澄清不实消息 农委会都会 具名相关的机关名称跟姓名 百分之百 因为你没有百分之百 那个消息你就没办法澄清啊 我网路上就是因为需要政府的公开资讯 因为我们澄清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 监护的相关的义务跟责任在里面 你过去 过去相关的计划里面 在PTT 澄清没有注记农委会 所以 我强烈要求 你以后 这四个小编 任何的澄清 一定要注记 是农委会 代表农委会 我保证百分之百 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只要是对外澄清的 都一定要这样做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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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曾明宗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 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委员不在 我们请黄国昌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想先请问一下 中游的董事长 是不是下午主席准嫁了 中游董事长早上有来 他下午开董事会 所以我准嫁了 那请问今天下午中游的代表会是哪一位 哪一位 副总经理 是不是就请副总经理 不好意思我想麻烦部长协同一下 部长拍謝 给你更辛苦 因为有一些是决策层面的问题 有一些具体的承诺 可能我跟副总经理要 不是很恰当 我总经理不是要在吗 总经理也是 总经理也请教是吧 对 副总经理 我先跟您请教一下 您知不知道说 去年中游 我们在招考新的员工的时候 录取率大概多少 对不起 我没有记得 我秀给 副总经理看 百分之4.52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是说 中游我相信 他的工作环境条件各方面 吸引了很多年轻的人才 想要到中游里面去服务 但是我现在 很严肃的讲一件事情 就是 过去一段时间 我收到非常多的中游 年轻的同仁给我的成情 他们说 他们当初 很辛苦的 考进了中游 在中游的底层 兢兢业业的 认真负责 但是当他们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 有关系的人 可以空降到中游里面来 担任高职位 领取高薪 他们要问的一件事情是 这是什么体制 我为什么这样讲 副总经理 一个新的董事长 可以带多少人进去中游 他可以带一个基要 基要秘书 只有一个基要秘书吗 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 好来 我请教一下 已经经历两任董事长了 前中游董事长 曾经得的好朋友 张汉东 你们内部的资讯 是他有约聘人员聘的 曾经得来了以后聘了他 他之前是一个议员 请问 他符合你们约聘人员 任用的资格吗 请说明 对不起 这个部分我不清楚 你们有约聘人员 要求要专门技术 我后来请你们中游 跟我投诉的员工 因为事情我一定有查证 把真正正常约聘的 全部列出来 大概真的都有专业性技术性 通常是医生 要不然是护士 但是 你说曾经得进来 只带一个基要不够用 要再带其他的人 用约聘制 那我就要问啊 他的专业性技术性在哪里 还是根本就是政治仇佣 第二个 当初这个约聘 真的有按照你们规定的公开的原则 去招募吗 第三个 好啦 一个基要不够用 我让你聘约聘的 结果曾经得下台了以后 他马上从哪里 他马上就从董事长室转出去 然后到什么 到油品事业行销部去 变成约聘的人 你知道他领多少薪水吗 八万七千元 一个带进去的人 董事长走了 还留在里面 一个月领八万七千元 怎么任用的 可以拿来做政治仇佣的工具哦 部长 知不知道这种状况 这部分我会请国英会来测查 测查齁 部长你要承诺我要测查 刚中游内部 这么多年轻的员工 跟我讲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一开始还不敢相信 结果呢 他说 在中游里面约聘雇的 大概成为董事长 带自己的人进来了以后 空降部队 你要空降就算了 结果董事长走了以后 人继续在里面啊 都是从什么 董事长是 转到油品事业行销部 不是只有 曾经德 戴谦也是一样 只要董事长下台 转出董事长事 都到油品行销事业部 你们油品行销事业部是 专门在收这种政治仇佣 空降部队的肥猫喔 入取率 不到百分之十 每一年的入取率我都看 爬到这个薪水等级要多久 他们把中游的薪资表全部给我看 最少十年以上 这些人为什么可以用约聘的方式 破坏整个中游的体制 不要说我现在是在针对个人 我现在直接秀 全部都是董事长事 全部都是什么 透过约聘 你要带一个基要进来 我没意见 这应该的 董事长走 基要也走 你除了基要以外 还透过约聘喔 用这种名目 带这么多人来 在中游里面 仇用了这样多少的人 部长 你承论我要彻查 需要多久 这部分我请副主委来答复 两个礼拜之内 什么样子的人 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当初怎么任用的 真的有公开评选吗 所有的资料 攀在阳光下 给台湾社会检验 我们做国营事业 不是要拿来做政治仇用的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 在面对这么困难的环境下 大家都为了低心在挣扎 好不容易烤进了中游 从基层开始做 结果看到这些 有关系的人 透过特权跑进去 董事长进去 带进去以外 结果董事长走了 这些人继续留在这里 可以这样做 来第二个部分 大辽水上乐园的弊案 你们那个高杰的董事长 现在打算怎么处理他 我问了 我从去年就问到现在了 你们经济部 掌握的董事 通过中纲也好 加上国发会的董事 过半以上 你要让他混到什么时候 那个报告委 有关高杰 大辽水上机场 投资这个案子 目前进行的状况 据我从中当来的这个报告 就是说目前他们大概准备要进行这个解约的工作 解约是一回事嘛 知道要解约就知道有错了嘛 第二个 除了解约以外 当初 当初是谁允许他们 竟然利用高杰 来 作为炸带洗钱的管道 拿国家重要的公共工程建设 把炸带来的钱 洗白耶 这么严重的事情耶 我给你们查了多久啦 到现在 董事长是谁 是不是还是好健身 所以是怎么样 你们就是应付我 拖延我 拖到他安全下庄 这是什么纪律啊 如果要解约的话 谁要为这件事负责 知道要解约就代表心虚了嘛 谁要负责 部长 部长 这个我觉得呢 依照除责上 我们就会依法来办理 依法办理嘛 拖这么久啦 你们依法办理的方式 是要让他怎么样 做错事 拍拍屁股 犯行败露 安全下庄 可以这样喔 这不我们也会 督促中刚好好处理 一个礼拜之内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可以吗 可以 好 好 谢谢黄委员直选 接下来我们请 吴志阳委员 吴志阳委员 吴志阳委员不在 请黎一华委员 黎一华委员 黎一华委员 黎一华委员不在 请陈曼丽委员 谢谢主席 我要请经济部长 请沈部长 请沈部长 那我们目前已经知道是说 在这个我们的农地上面 大概有14万笔的这个围棍使用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会怎么样来做一些的 就地纳管的工作 因为比如说有一些 它可能是没有污染的厂房 那有一些呢 可能它是有污染疑虑的厂房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厂房 它曾经被環保署开过一些的 呃 集查的不合格啊 或什么的单子 还有没有一些 有一些是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呢 市院长已经对外宣誓三年轍 第一个 不新设 也就是农地呢 不新设工厂 第二个 不污染 就是既有的工厂不得污染 第三个 不危及公共安全 也就是 既有的工厂不得 不危及公共安全 可是部长我想请问你一下 那我再跟委报告 这样子的资料 你是不是都已经有建党了 蛤 你是不是这些资料都已经有建党了 你如果没有建党的话 你怎么要做这个资料上面的管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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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正在要委托地方政府盘点 今天早上的李局长说 10月全部盘点出来 今年10月就全部盘点完毕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能够让大家了解到 要纳管 状况是怎么样 那这样子 其实未来我们如果要纳管的话 我们才会知道是说 逐年改善的一个成效 我想这个资料是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说要做产业专区 基本上我也是非常的赞成 但是我们要扶到厂商进驻到 这个产业专区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厂商 他是不是愿意来做自己的配合 我们有哪一些的诱因给他们 比如是说我们的临时工厂登记 大概有八千 七千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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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的 林登的这个部分呢 他大概没有申请的 大概有三百七千家 所以呢我们这些 怎么样让他移到我们所期待的一个 田园市的一个产业专区里面去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的诱因 能够让这些的厂商 他都能够慢慢的转到这个里面呢 大概呢我们大概是这样 我们大概中高污染的工厂 我们就是千厂跟转型 但是呢中大型就是 我已经关心的这一种产业剂肉的部分 我们会采新都市计划 以及开发产业延期来处理 比如说像彰化水舞金这一类的 那再来农地上低污染的零星的工厂 零星的工厂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三步骤 第一个前面纳管 第二个就地辅导 第三个是合法经营 那如果不愿意配合纳管 我们就是签厂或者要求他关厂 好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今年十月就会有完整的资料出来 这个全部完成盘店 然后再过来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个纳管 那目前的话经济部有没有一个实陈上面的规划 实陈上我们现在到三月底 我们M版会出来 出来以后就会送到大M来 那就麻烦M里面来支持 赶快来审查 然后希望看看这个会期能不能来通过 让我们这些所谓在农地上的中小企业朋友 还是继续的为台湾的经济来打拼 好那我想说这个部分的话呢 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所以我们要看到行政院的资料 南丸委员也跟我们出处 我们会继续努力 好如果是好的计划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支持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台湾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 它其实也都是在国际的大厂的供应链里面 那我们是说这些的大厂 都会要求企业社会责任 那我们在做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厂商 它也应该要符合到 就是大厂的一个供应链的要求 那我们其实也会希望 台湾都慢慢转型转到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是国际的一环 那我其实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也有这个 违章变成合法的工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我最近看到就是新大圆异 他在鼎帆婆那边呢 他其实他也花了蛮多的成本 做这个合法的一个工作 但是呢我想是说 他做了一个付了很大的成本 可是他以后赚的更多 所以我想说这个可能也是要让这个很多的 产业他们能够了解到 那我想是说如果是说我们政府往这个方面去做一个鼓励辅导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也会把我们的一些的食安的问题 能够让它降到最低 那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农业 它也可以发展 我们的产业也可以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环境也可以好 所以我想说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愿意一起来努力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呃台湾的大的环境把它整理的更好 然后让大家这个说比较没有一些的担心 让大家在这个发展上面呢 都能够很顺畅 甚至能够走到国际上去 跟全世界人做我们产业的一个推荐 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一次功夫法的修法 我们第一个就是呢 保护环境 保护环境 也保护我们的农地 然后呢 也能够来 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健全永续发展 最重要就是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来共创多赢 因为这些大概有一百多万个就业机会 这个不容忽视 好非常期待 在三月底的时候会提出来的那一份计划 是 我们会送到答案来 再麻烦委员来支持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何欣纯委员直选 谢谢主席 我们先请農委会陈主委 请陈主委 对 辛苦了 事实上我是非常肯定 听说你早上跑到屏东 为了凤梨的事情 对啊 因为外销一万两千多吨 比去年同期三千多吨 增加三倍 而且价格是稳定的 稳定 而且 我们是让他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 凤梨的内销外销业者都找来 就是要组一个平台的正式记者会 也是出口到日本 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封贵的记者会 那 因为 为什么要去 是因为 对 上礼拜六就是有 一些特定的媒体在炒作 凤梨 又产销失调 但实际又不是这样 所以我也跟 早伟特别报告是 所以主委你今天早上去屏东的 这一件事 这个动作 事实上是以 行动力 来告诉我们的国人 甚至让大家知道说 凤梨产地的价格 第一个 没有崩盘 第二个 上个礼拜媒体的是 假消息 第三个 我们农委会很努力的 要帮我们农民建立一个产销的平台 希望集中人之力量 可以把台湾的凤梨行销到全世界 对不对 是 完全 没错 所以如果说下次因为这样 那是不是可以让白天让我下乡 晚上我们再回来立法院 我也可以同意啊 主委 事实上 我只能说 为了农民的事情 很重要 那 招伟希望你能够来立法院备巡也很重要 只是希望这个 双方的这个联络上啊 联系上啊 我觉得还可以再更精进一下 但是招伟我还是必须讲啊 还是必须肯定我们陈主委这么的努力跟用心啊 这第一件事啦 要先跟我们主委说辛苦啦 因为呢今天早上 我看那个凤梨王子都跳出来讲了 一动不掉啊 他是年轻的农民 愿意回到这个农业的这样子一个 这个专业领域里来 而且呢 凤梨种的之好 他的凤梨价格非常的好 第二个行销也非常的稳定 所以连我们年轻的农民啊 朋友们 他都站出来讲说 不是像电视新闻 讲的说 凤梨的价格已经崩盘 也不是像某一个媒体所说的 凤梨的价格崩盘 因为这样子 这样子的消息 反而害了这个年轻农民说什么 欸大家都在问说 你那帮来怎么不贵 人家保障 不是说帮来一斤到五块 一块而已 是怎样你帮来一斤 那那么多钱 反而让这个农民觉得说 伤害了他的 这个凤梨行销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看到我们凤梨王子 杨宇帆的脸书 我也觉得说 哇 年轻的农民都已经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更认为 农委会一定要在第一线 把不实的消息 趕快澄清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发现 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 针对许多网路上 或是不实的报导 他们会开始 集结起来 那甚至强烈的来抗议 跟抵制这样的一个不实的报导 我想这个 后续会有更多农民 所以如果网路上网友们 都会这样子的做 我们农委会身为 这个农业的最高主管机关 我们要为农民起命 我们要为农产品的价格来稳定 本来就应该要有多元的宣传方式 所以呢 我们一直在攻击的 所谓的这个什么标案 事实上你刚刚讲得很清楚嘛 公开招标嘛 你是希望有一个团队进来 能够用他们的网路上 或是社群经营的专业 可以协助农委会 那但是 他所宣布 发出去的消息 是代表农委会 官方的正确的讯息 所以当然 他内部的文案文稿 是需要农委会来看过同意 才可以放送嘛 对不对 是 而且对外绝对会 用农委会的机关名称 正式说明 所以绝对是完全公开透明 可以检验 对嘛 主委 所以我说刚刚大家应该看到 有人鸡蛋里挑骨头啦 所以你的报告写错字 写错字大家都可能会啦 但是呢 我想重点都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重点是在于 我们怎么鼓励 这个年轻人 愿意来到农业的这个专业领域 重点是我们如何让农业创新 重点是我们农产品如何精致化 如何能够让它的行销通路稳定 重点是我们农产品的价格能不能稳定 能不能让农民的收益丰收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不是吗 完全同意啊 所以我们才不希望 让我们的事务官体系花那么多的心力 在网路上澄清这些消息 反而要去向委员刚建议的 那才是农业扎实要做的工作 这样农业才会进步啊 这样农业才会进步啊 那另外一个 我刚刚实在 不懂得 为什么其他委员一直在讲黑客松的问题 这个黑客松 不是我们台湾政府各机关在推动啊 我刚刚去Google了一下 我也是年轻啊 我们现在大家都问谷歌嘛 黑客松 去年梵蒂冈 他们第一次办黑客松大赛 为了什么 为了是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可以利用他们的智慧 利用他们的创新 去设计城市 为了解决什么 希望能够带进一股新的力量 来协助梵蒂冈 提供新的方式 第一个 面对解决难民的问题 第二个 如何让宗教之间 可以跨宗教的对话 促进彼此之间的和平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创新的方式 同样的 您在农委会里面 愿意花一笔钱 来做黑客松的这样子的一个竞赛 这个东西是第一个 鼓励年轻人来认识农业 第二个 鼓励年轻人用他们的创意 来帮农业找出入 第三个 让年轻人 藉由这样子一个合作 创立了这个 跟农业相关的平台 那让年轻人跟我们农产运销 跟我们实际上的农业产地等等 所有的农业专业 可以整合 可以合而为一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 而且真是一个物超所值啊 对不对 我去年还亲自参加他们最后的心得分享 有很多年轻人 而且是来自不同领域 不是基于农业 他来自不同领域 是 比如说用无人机立刻勘灾 比如823水灾 如果他们的创意早点出来 我们823水灾不用人工去勘灾 无人机会过去以后 那他把原来的土地的资讯系统结合 这也是我们要发展的智慧农业的其中一部分嘛 所以一个好的idea 所以我才会跟陈云委员说 我乐意把所有的黑客松这些的点子 跟参加的团体 那把这个效益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不是700万这件事情 他用700万黑客松 就是说用故意消耗预算 这是某一种黑客松的一个 广告的宣传手法 结果来说我们是消耗预算 上面的那一句话 后面还有个问号 那个问号就是有那个问号要来告诉大家正确的讯息跟答案 是啊是啊 結果他拿来这样质询我 他看不清楚啦 写错字大家都会嘛 看不清楚有时候也会 他可能没看到那个问号 他也看不懂年轻人的创意 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农业 希望能够创新 希望他能够更智慧化 希望他能够帮助农民 有更多的经济效益 带来更多的收益 我想这个字不变大家都共同努力的方向 而且我们会每年继续举办下去 继续举办 支持你加油 好不好 谢谢 最后 最后我请进去部长一下就好了 最后三十秒 请省部长 部长最后三十秒 我只是想要请教你 我们现在在讲工厂管理辅导法 因为呢 书院长已经宣布了三个 政策方向了 那我们都全力支持 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能够再 第一个 我们所谓的田园聚落 中大型聚落的这样子的一个 开发或是产业园区的开发 这样子的模式 跟现在我们在讲的 林兴市的这个 农地上的工厂的一个 就地辅导的这个模式 这两个模式 第一个有什么差别 还是没有差别 要同时进行 第三个 我给委员 我给委员 你先说 林兴市的这个 我们的做法 前面纳管就地辅导 合法经营 你刚才在关心的 田园 田园市的 我们会驚新的都市计划 以及开发产业园区 所以是不同的方式 但是同时进行 对对 同时进行 对对 那不同的模式 好 那林兴的这个 农地上的工厂的就地辅导 那这个回馈金的机制 但是我也希望说 在法委员 我们修法之后 你报告 我给委员报告 过去就是 用地变更 作业冗长 法令严苛 再来回馈金就是 委员说的 港庭公告宪租五十八 看得到吃不到人 这回全部都要改 是 所以肯定在我们三月底的草案里面 全部都有纳路要改 那还有所谓的 预登入制度 就是所谓的纳管 对对对 现在先补助地方政府 先去盘点 盘清查清楚之后 未来就是 设计个制度 能够预登入或者是纳管 我现在去中南部 大家觉得这种做法比较熟悉 是啦 拜託你 好 好 谢谢 好 请省部长 部长 我先露你了 回应非常的快 下午你马上做了回应 说他们乱讲 好 因为这我给委员报告 国外的船就拼命乱跑 而且无照 无照 无照经营 无照在运送这个相关的这个 违反了航海相关的法规嘛 不不不不 他们也没有跟我们登记 他要进来工作 要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路过 就开始工作了 啊我们的船都没有试做 你们一定要解释清楚 外面的疑力啊 没有办法解啦 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一直都跟 国内的这个海事工程业者在沟通 然后也说明 您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就是 那是违法 违法我们绝对支持一定要去取缔 比如说你路过你根本没有申请 那是违法 那违法那就是要去取缔这样子 对 你们没有取缔啊 那个部长 上次院长总咨询的时候 我又拍一个照片 那个工作船现在就在高雄港外海 没有啦 委员啦 就在台中港外海 委员啦 全责单位叫做航港区啦 我知道啦 我无奈啦 我给你检举了嘛 你们应该跟航港区说 不违法 我们到部会室的平台去谈 好吗 你要处理 你们都不处理 难怪国民党就一直要打你啊 没啦 不是这样吗 我会来处理 我是第三次提这个事 你们应该要赶紧处理 我跟你说处理了 我请局長去跟你回报 好 另外啊 部长 这个今天 我们刚刚在协商 有关于编译法第95条的条文修正草案 这个涉及到 将来 我们 是不是真的要让核一厂除疫 有没有想要除疫 这个 这个 多难的一个工程 不是我给委员报告 因为核一厂的一号期 七年七月 已经进入除疫阶段 到期啦 对对对 核二厂的二号期 今年的七月 进入除疫阶段 核一啦 核一的二号期 我给你一个建议啦 我们去看这个中传中刚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国家队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构想 是 那我们今天 为了 要让我们的封电 能够成为有自己的产业 是 而且将来还可以到去打国际杯 是 我们组成那个国家队 对 那是非常好的构想 是 我们有能力 也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是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处理核一厂的除疫 还有核二核三核四在后面等 不 没有核四啦 核二核三在后面等着 你有没有想过组一个国家队来专门做厨艺 好 我给委员报告 嗯 要说核二核要大家的面对就是核会料啦 你要像人家法国 人家他真的会抗拒 我要核二核要面对核会料 那我们今天有矛盾 要要核二核要面对核会料 这个矛盾啊 没错 你答应所问啦 不不不 我给委员报告喔 现在 现在是核四喔 核四如果要动工 动工喔 欸 供料一定下 一定起来抗争 当然啦 不不 那这样如果启动了以后 这些钱不是又白方 我现在不是问你这个 我是问你的厨艺的能力 来啦来啦来啦 委员我跟你说啦 这个部分 上次 化商 有来 英商也有来 对 我们要把这个部分 核能 主义 产业化 他们要帮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组一个 核能 主义 国家队 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说 如果我们的风力发电 这个有啦 因为刚才你跟他 我刚才听不清楚啦 你如果说到国家队是 核能 厨艺 产业化 这个就是我们在推的 好 希望能够看到 真的是曙光啦 你真有眼见 你真有眼见 第二个呢 我们今天事实上 我们是谈农地工厂的处理啦 是 哦 这个已经好几年了 对 我们在这里一再的谈 今天说要拆 明天要拆 都没拆啦 那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拆啊 好 我给委员报告 过期就是说 还有两个步骤嘛 第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说要拜托大家去临时登记嘛 临登嘛 临登嘛 还有摸到7400圈嘛 对 但是到尾了 真实的 要走那个用地变更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就是什么 这是台湾的政府的事情 没有 我跟你说 这都要监督 第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时间 作业程序 用地变更冗长 第二个 法规严苛 所以说 最重要 这些中小企业资 不缺取就是 回馈金 要交公告宪主 50% 这个交不下去嘛 对 如果真的钱可以解决 中华民国钱很多啊 你就把它解决掉嘛 这农地瓜 全部给它解决 用钱来解决 没有问题的 中小企说得很可憐啦 对啦 这不是我们政府 这是中小企 你也没有其他的 補嘛 没有嘛 不不不不 所以说 没有不不 现在就是 这个回馈金给它充满 大家就有感了嘛 这个不会大概 有感是痛的感耶 不不不 我给它感觉 大家 欢喜的有感 欢喜的有感 真的会欢喜吗 有啦 有啦 我现在都 我百多礼拜都在台中乡 如果你这么乐观 我可要静看它的发展 来 现在就下一个了 主委 好来 主委 刚刚的问题延续 农委会在前年的九月调查的时候 全台有一万三千公顷的农地被违法工厂占用 各位朋友 那个是我 当然 我是2016 520上来 我把所有的农地 你不能说你不知道 每一笔 我花时间 花精力 花精神去盘点 而且对外全部公布的 盘点以后呢 盘点以后 我不是把平地 我把山坡地290万 平地农地80万 全部公开 让每一笔农地上面 斩满了什么 完全对外 那重点是要农用 所以我们完全 配合经济部这一边 就是整个一万四千公顷的 这个农地呢 所以 现在主政是经济部 你是配合 其他的意思 我们是配合 但是我们的配合的重点 是在农地 不会再被工厂侵蚀 刚刚 所以 部長说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未来不会有 新盖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案例 在农地上 刚部长是说 看到了曙光 有没有看到曙光吗 盖挂的曙光有没有 在这个部分里面 院长跟刚部长讲的 完全符合农委会 农地就是要保护一定的面积农用 完全有 而且 那我就有点担心了 那个主委我跟你说 这个 好 农地上可以盖工厂喔 现在 可以盖工厂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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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农地上可以盖工厂 我说未来农地不能再新设啊 这个要 你不能把我盖 那以前的民宿 为什么就要处理 民宿也可以盖啊 以前的民宿 他是在修区吗 在修前旅游区吗 民宿比工厂还安全耶 这个你们处理的工厂 不处理民宿 那怎么说话 我跟你们报告啦 农地上 被 所谓的建筑物 就是不是树地 又不是土地的 是水泥以上的 盖的工厂 农舍 餐厅 那庙宇 全部有六万多公钱 我们全部都公开了 他不处理 还是要处理 重点 为什么会配合经济部 先处理工厂 是因为工厂会造成 农业生产上的安全 所以刚刚 部长有特别讲清楚 第一个不能新设了 所以农地不会受影响 第二个 他有把高污染的 将来会 移除农地牵走 就不会造成农业生产上影响 这个对农业部门 绝对是最大的利多 那基于已经有的部分的 我们要认定 这样的一个事实的现象 那积极的来处理 让那一些 比如说 比较低污染的 他就是要 所谓的 经济部的湖岛 你的污水 其他的都要做好 这样的话我们才 生产才安全 各位 最后一个我要问你一件事 行政院长苏贞昌 曾经宣示 对于没有污染 以及公安疑虑的工厂 将就立辅导合法 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院长有没有讲过 他应该是这 这个是为难主委 这我给委员报告 他刚刚 预定 宿院长有三年者 不薪色 不污染 不维持公安 再来 两个免麻烦 两个免麻烦 就是这个 已经办灵灯的七千多家 工厂 明年到期以后 继续经营 就地合法 这个叫做就地合法 就地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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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差异 他要提出环保 水保 水土保存 消防 这些都要符合改善计划 那不太简单 要付出代价 如果这么复杂 那就好了 我再给委员报告 把复杂当简单的处理 我给委员报告 第二个 卫办临兼的 过去大家说 我妈妈怎么接人 不快来嘛 现在这个 大家有感说 政府有生意了 所以这些我们再开一条路 第一 有污染喔 第二 有公安役力的感情 就地辅导 不惜牵肠 大家就打包了 你也敢去去 我这样 听来听去 还是就地合法嘛 没有啦 就地辅导 这个不不不不 最后还是问那个 主委 我要继续 刚刚我讲的 苏院长所说的 部长也确认 没有污染 没有公安余力的 就地辅导 还要就地辅导 不是 刚刚部长讲得很清楚 他有三个 就地辅导后面就是合法 他有三个前提 是啊 我知道啊 那三个前提要先做 那后面他有两个措施 所以是一个完整的 它是一个完整的 不是只从前做一个 最后还是合法嘛 最后还是合法了 没错 你没问完 我还没有问完那个主委 廖委员时间到了 一分钟 一分钟 所以啊 那个主委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有污染也没有公安余力的工厂哦 当然将来 部长是说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他的这个排水啊 什么的处理 水保的问题要合法 但是呢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民宿啊 民宿啊 跟他比较起来啊 差至千里啊 安全 然后又提供这个 这个休闲 提供这个旅游 是正面的 这个民宿 你们确实要强制採处 让我这个对价值观 都搞弥腹呢 那个主委啊 所以我有个建议啊 农委会 你们是不是趁这个时候 既然院长有这样的一个指示 你们感觉顺便也让农地上的民宿都合法嘛 农地上的民宿排出来的汗水也不能 也没有含重金属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是没有污染的啊 干嘛呢 那个跟六眼报告 这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没有两件事啦 第一个 因为里面的行为违规 还是要依照规定 我在讲民宿的部分啦 这个如果这样的话 你知道民宿 很多盖在哪里吗 在哪里我不知道 山坡地啊 那山坡地 那山坡地重点在于什么 当然我们要做好水土保持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齁 我们应该是从 只要破坏水土保持 整个山林水土保持的角度出发 农地要农用的角度出发 的前提底下 我们其他才有办法继续往下来讨论 那当部长就是有这样的前提 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来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 谢谢 主委 要很小心讲话 这个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的喔 对啊 所以我刚刚讲得很清楚啊 在前提 前面是有这几个前提 林地跟山坡地 做好水土保持 我觉得不要从农地角度 而是从 休闲农业的角度 山坡地什么保持 才有办法去处理 这个休闲农业的角度 这个要加薪的角度 好不好 不要说工厂合法 民宿还是非法 好 好 我们现在请那个 刘建国委员咨询 好 後来 一蕾 谢谢赵伟 有请省部长 请省部长 请省部长 委员你好 部长你好 你刚才有说 那个工厂就地辅导 这个要应该就是 就是 政府提出生意啦 对啊 因为这差不多一百万的就业人 当然 当然也希望 这个政策 可以受到人高降 对不对 要完完啦 但是今天有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就是 是经济部 这个部国业务 改空啦 对 要来做这个测寸嘛 对不对 我有一个 一个问题 就对了 这个问题是 金正部去订某些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所以说 一国一百多 不是一国两多 是一国一百多 就对了 这个案子 我说你听后 我看很难拍摸 那里面 电器业支出 后来家庭支出 后来家庭支出 对当年 去年以后 就在这 来市的买去 不好的 就去厚中间 咱 我们 第一次 要来试试 这个建议的家庭補助 嘛 这个规定里面 这条規定 这条規定就是 可以 有三千块 有费 部分 管理秩序 这条規定 实在 有够 繁搜 不然就 结析到 这个消費者 顧美的议员 所以提出到 这一月到二月 应该是家庭 銷售大王的 这个規制 也对 结果 平行今年是买去 同年青的 一年 这是第一点 这是对厄界来说 还有四大 老牌的家庭 二月分合并的营修 全面是 副行店 第三 不但是家庭 这个二月合并的营修 全面衰退 我们两大 我都别说了 这是二大 三四的通路商 基本上 二月分合并的营修 落到 要到他十六%以上 一六%以上 今年 你今年这一月十二 经济博 又看到一个新闻 前对媒体报道 今年 决定革大家庭 保障 平行 和环境做定清 其中内容 经济博 支出 要照相关的管制 来讨论 相关这行设置 并协助管制 迅速完成 极为退步 以加速 保障推动 腳步 并将其 这个专案 確定後 对外 算命国管制的 保障方式 好 结果 到现在 你待会看 到现在还有几件事要不公布 好 現在已经三月中了 所以这个博招 沒關係 我跟你听我说我说我说 这是业家的公法 好 我跟这个 还把这个权料映示给你看 对不对 全国有22件事 这是任任养教的权料 正公布的15件事 这底的 我們做這件事,希望政府贏,業者贏 最重要的是消費者要贏,那就是政府的好政策 大家才會把部長打破,我也一直覺得部長是最接地氣的 但是這個案,我現在還說消費者齁,如果要拿到這三千塊的保障 要準備幾項資料,八項,第一,新規基的商品 暗中情到暗中後,第二要費數基的第三年費收斷 第三要顧外的發票,就是要新聞情,這方面的影響 第五要銀行的報告,第六,最近一期的電費斷 第七,保座薪金師,郭嘉雄,成文支持的運費稅 第八,還有三片的保障師,這是你高次嗎? 請我來幫委員 我說什麼,你聽我說什麼,好,來 現在,現在還有要不公佈的,甚至有剛好公佈的官司 說可以收集既往,要怎麼收集既往,我就告訴不清楚了 因為你第一個條件,要有新規劃的商品 如果他說沒有疫情,沒有新規劃的商品 這要怎麼處理,這是一款嘛 第二,你說顧外,要拿到最近一期的電費斷 電費斷就對了,這個電費斷,如果他是租住的人 要不就沒有這個主計 好,再來你看,你看這條表很清楚的,來 新規劃至台北市,這個隔壁,在台北地区的生活環境裡面 一個是要做,每塊錢沒有那麼多,再來每個案,大概是每個案上限 上限,15萬塊,你看二郎官,開始補助修理跟補助那種 數量餘末為止,再來,通知,這都在附近的,每個案上限,2萬塊 再來,開始實施的時間,跟這個時間,就是一國幾六百多 不過我實在沒有了解,政府撒一個好的政策 怎麼會沒有這個制度,利利落就對了 每個案子,不管是開始的時間,最後的時間 補助的環圍,補助的行動,補助的數量,都很無所謂 補助你可以多出這件事,不是這件事 好,我請局長後來補充 我想來回答那個委員說這問題 我們家電的補助是各縣市執行,我們協調 所有補助的項目就兩項,一項是冷氣,一項是電冰箱,這是一致的 補助的上限也是一致,最高就是三千塊,這是我們協調過 那委員說關心理工,各縣市執行的近況 我們現在大概有將近二十個縣市 那已經核定了十七個縣市 有十五個縣市已經公告我們的一個實施要點 我們現在就是在吹各縣市趕快來公告 那針對那個文件的部分,我們有一致的一個做法 你剛剛看到的那部分有八項,我們現在有溝通 把那個保證書的部分跟項目的部分拿掉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發文給各縣市在處理中 那我想這個是當時報行政院的部分是由各縣市來執行 所以我們要積極去協調 就我剛剛跟委員報告的部分來形成大家一致的執行作法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啦 保證先聽我跟局長說一下,不好意思 那個主席我還沒有時間 第一,公佈是春午館市啦 要沒有公佈啦 也不是十七個啦 也不是十五個啦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雖然把股商品拿掉 保證書拿掉了對不對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發生了 他如果是新周林 他不是那個處處 你電話剛才對那個處處的主席 他只要可以買 所以做家人都沒有關係買 我們回去協調 對 跟委員回答 我們會在協調 這種像租房子的部分怎麼做 我們過去有一些經驗 可以來跟各縣市做更進步的協調來做 他以前應該看票跟保證書 對不對應該就解決了嘛 但是過去的方式到現在是不一樣嘛 這是買新機嘛 這是淘汰古機嘛 我知道你完全很清楚嘛 但是 但是現在你要做一個改變 原本兩項你要變八項 再來 原本我們對我們做處理 八十有感受 你現在要跟國管市 你又沒有要求國管市 實施的時間 各種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好多 所以 這個業界 要怎麼去幫他推廣 幫他推銷 這怎麼有這種處理的 這麼奇怪的方式 這叫部隊的構成 就不是這種做為的人啊 這 我來跟委員報告啦 屬心 這個我怎麼聽到很多電話啦 是 聽到很多電話 這個我會請林機長 要跳下去去親身 不可以再叫那個組長去高主長去卡丁 他要親身給我改管 啊 之後 幫你報告 不是幫我報告啦 沒有沒有 相當的 因為你代表你的選民歡迎嘛 對不對 這叫做糟糕人的政府嘛 這樣只要自己消欠嘛 好啦 都已經說我要說話了 這樣我啦 不用再說了啦 是不是最後 我做不好 我們參會嘛 最後啦 是不是可以禮拜五以前 把最簡便的這個定數很清楚的 包括時間 包括保存辦法 把各人各國上市 統好是 他們這個第二季的 全國性的這個電器的 他們這個台電就對了 你洗不一罐 那我會去 好 我會去 好 謝謝刘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不在 請陳叔葉委員 陳叔葉委員 陳叔葉委員不在 請蔡北會委員 請蔡北會委員 蔡北會委員不在 請蔣乃欣委員 蔣乃欣委員 蔣乃欣委員不在 請李毅玲委員 李毅委員 李毅禅委員不在 请吴坤毅委员 吴坤毅委员 吴坤毅委员不在 请萧美琴委员 萧美琴委员 萧美琴委员不在 请何志伟委员 何志伟委员 何志伟委员不在 请钟孔少委员咨询 好 好 谢谢主席 在座各位同仁 还有各位 我们行政官员 以及记者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就有请部长 请审部长 委员好 部长 辛苦了 不会 应该 从早大家都 特别点名你 没关系 我想 这一年来大概 针对空屋的问题 包括电的问题 所以 几乎每个委员 所提问的 大概都脱离不了 这两个议题 电 空屋 因为空屋的问题 当然失射到电 电就失射到我们现在在推的 不管是火力发电 风力发电 或者核能 都脱离不了这三个 当然有部分的是水力发电 那我想跟部长讨论的就是 大家都在关心 如果电 是缺电 所以会不会涨 所以部长也会 采定解铁的 因为 相关的石油 原油 它 降 所以相对的我们的电价 保证在失业 不会涨价 对吧 是 所以我大概有三个问题 要救教于部长 未来北部的一个蓝气 蓝气的问题 当然蓝气的问题 因为我们 我刚刚特别提到 未来我们有蓝气 蓝煤 跟核能 那蓝气的问题 当然就牵扯到 第三接收战的问题 那第三接收战 目前的进度 大概状况如何 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都 on schedule在进行 尤其是现在先从 这一个所谓的 战存期这边 除潮期先施工 那个五公顷的部分 比较没有争议先进行 所以原来的 藻礁的问题 那个我们都会回避 都已经回避嘛 我刚刚这两天的报纸 也特别提出来 对于藻礁的问题 有特别回避 虽然我们 这五公顷 从原来的 实质的面积 237公顷 变成23公顷 变成23 这23里面 又特别 规避了一些藻礁的 去基地 对吧 对 所以你认为 第三接收战 后续 应该会比较顺利一点 我们就是 一定要好好地 做好环境的保护 跟社会沟通 跟我们的 这一个 保育生态的委员会 要落实 当然要跟民众沟通 对 让民众环保团体 也能够清楚 大家一起来参理 因为 接下来 那个蓝器的第三接收战 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就牵扯到 整个北部的 相关的电力 对吧 是 所以这个蓝器的 一个发展 第三接收战 所扮演的角色 相对的 就相当的重要 对 所以第三接收战 未来的一个进程 部长有把握 这个部分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112年 这个第三接收战 一定要完工 然后 这个气能够上来 好 我们希望能够 如其如此完工 对 也能够 要如其 跟如主 我们一直在提到的 相对的 也把蓝煤 能够 能够减低 也避免大家一直在讨论上 所谓的空污的问题 对 第二个问题 大概就是针对 离岸的一个 风力的一个发电 我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完成一个 风力发电的一个国家队 对 这个国家队相对的 就会带动 我们自己国内的 相关的产业链的 一个完成 是 所以未来 如果针对离岸发电的营运 跟相关的传播业 能够达成 政府一直在提到的 所谓的国产化的要求 那未来 如何来布建 或者维修 跟运输 是不是针对 本土的 所谓的平台式的一个 建造的一个计划 是否正在推动中 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 目前 我们有两个国家队 一个轰击国家队 由 范公股事业中钢 一个是Maring Team 就是海事工程国家队 这个自由台船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 台船这个部分 大概也跟外商 形成一个策略联盟 借助这个外商 游戏 在国外的时机 让大家安心 安心了以后 这些国际的开发商 才愿意 把订单 给我们国内的 这一个所谓Maring Team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 离岸的风力发电 同时带动我们国内的产业链 是 让我们国内的产业链的 一起的发展 未来我们不再依靠国外 我们可以自力 因为我跟委员报告 这些开发商 他不是只有看到台湾市场 他是以台湾 做雕头堡 然后呢 来打亚太市场 所以他第一个 亚太的基地 设在台湾 所以他一定会落实 这个国产化政策 所以我们绝对有信心 落实国产化的政策 希望委员也支持 所以不为外面的 所谓的语言 语而传而 说这个其实是 独立了国外的厂商 实际上并没有造成 国内的产业链的行程 大家平用心做事情 不然会不会说话 我觉得说 今天就是要让部长 透过今天的一个 寻达的时候 能够非常的明确 我们绝对会有 我们自己的国家队 对吧 是 因为上礼拜 跟委员报告 上礼拜 我们经济委员会 才安排去中刚 看温庭 去台船看 所以刚刚 廖委员说 看了又相当满意 离安风电的一个 常务领域 大概分为 风厂的开发 包括风机的系统 包括我们所谓的 风机的 风机离安的 风机 要能够稳固在海上的一个发电 所以我们包括了 零组件的制造 包括地下基础的结构 包括海事的工程 风运运厂 其立社金融等 区块链 对 所以你们 特别安排 去参观了 对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不错 看到这些重工业 真的在台湾扎根 看到西 看到了扎根 也看到了产业 已经动起来了 对 这个动起来 对台湾未来的离安的发展 国建国造 国建国造也顺便看了 所以对于这些 相对的 我们这些 所谓的 下水的基础 水潮流这些 腐蚀的能力 包括未来的稳固地 能够让风机运转 最少20年 是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有信心 对 所以我们的 包括中刚 作为台湾的一个 钢给业的一个龙头 所以相对的 他对于风力发电的 营运情况 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是 是吧 是 现在是中刚跟台船 这两个经济部 所使的范工股事业 我们负以他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透过离安的发电 能够发展更多元的 一个业务的领域 是吧 是 所以我这三个问题 就是就交于部长 也特别感谢部长 刚刚做的一个回应 对 我想我们大家 共同为台湾的经济 一起来打拼 好 谢谢部长 谢谢主席 感恩 好 谢谢中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刘思芳委员 刘思芳委员 刘思芳委员不在 请高路委员委员 高路委员委员 高路委员委员不在 请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不在 请刘兆豪委员 刘兆豪委员 刘兆豪委员不在 这个登记发言结束了 这边有一个问题 要跟我们农委会的主委 陈主委 你说凤梨的价格不差 但是你上一次去嘉义的时候 你说媒体发布不时的讯息 但是当台下的老农 跟农妇都议论纷纷 他说这样产的价格 已经维持一个多月了 怎么会不差 所以我想说你在这边讲的 跟我们这个实地离到地方 那我们凤梨的价格在嘉义 并没有很好 你这个要不要说明一下 非常谢谢赵伟 空委员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说明 嘉义是比较特殊 因为今年软冬气候的因素 它有少数的少数凤梨 我礼拜一去的时候 它就只有一个拳头大 跟我们正常的凤梨差异太大 那个是很少数的 那那个部分有所谓的1357 就是每台金1357块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不是 它只是在所有的凤梨 一年五十几万 五十一万公斤 五十一万吨里面 可能不到1%或0.1%的时候 用这样的消息报导 会让其他的99%的凤梨的 正常的这样的品质的价格受影响 所以我们才会说 如果他今天报导说 凤梨有上中下 那目前的价格多少 他可以报北农的 他也可以报产地价格 产地价格他也可以报 屏东高雄台南到嘉义 他绝对不能只拿一个特殊的地区 因为气候因素影响 而造成特殊品质不好的 只报那一个来代表 所有的凤梨的价格市场 这个会造成整个市场的混乱 因为如果媒体这样报 隔天欢迎上会去跟农民说 你看媒体就是这样报 现在对岸 打电话来说 为什么你卖给我们的价格 这么高凤梨 他说你明明不是在讲一斤一块吗 所以委员 这件事情就是呈现农业有很多的多样性 因此在报导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是完整的呈现 而不能下标题 你就看那个标题 一台金一块钱凤梨 这个农委会当然没办法接受 这个我希望主委你还是要 倾听民意 到底现在我们农产品的价格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农民 都议论纷纷 他说这样产的价格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你现在也做澄清了 那希望说以后你 你要多了解一下 好不好 请 这个非常谢谢委员建议 不要老是怪媒体报导 我没有把这个全部怪到媒体 而是说 少数一两个报导 不能直接用一个这样的标题下 这个会影响到农民的权益 所以委员的 那个赵委的建议会上 百分之百接受而且同意 这个就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希望 包括假日我们都要到 到农村第一线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理解 那我们完全接受这个赵委的建议 我们会到第一次 那个现场去了解 而且实际去解决 好谢谢 好谢谢 请回去 好 我们登记发言的委员 除不在场者外 其余已经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那我们委员 陈超明 洪词庸 邱毅 李燕秀 高禄以用 陈明文 委员 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的部分 请相关单位 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 并赴日本会 我们的锁列议程 已经处理完毕 上会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